相信Psham也有这个意愿 也有这个想法 他都知道出那一种效果 说不是我是自己要去抢 我是被推上去的 巫统又在燃起派系斗争 那校上国会议员纳子里 这几天是向党主席阿莫扎西连环开炮 还说已经收集到25名国阵国会议员的法定声明 委托外交部长兼巫统资深领袖西山穆丁 作为国阵发言人 虽然纳子里是一再地强调 说他们的目的需要拒绝支持安华和行动党 但坊间谣言四起 说纳子里另有企图 想要推举西山当副首相 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为什么那25名国阵国会议员会选择西山 来去代加息呢 当元首在6月16号发表那两份文告之后 其实大家都感觉到王室对慕尤丁 对国盟的政府已经逐渐失去耐心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巫统内部不同派系在推他们议程 推他们人选的最佳时刻 选择西山呢 其实不难理解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Tisham的太太跟姑马西拉 她是现任国家元首的堂妹 所以有那个connection 再加上Tisham她过去到现在形象呢 都相对是比较圆滑 他在打的影响力跟号召力 其实并没有比Hisham来得强 换言真的就是Hisham能够登高一呼 可是西山已经两次极力否认传闻 那这一次呢 被传获的国阵成员党一致推荐出任新首相 他还忙着撇清和扬言报警 彻查假信函 西山到底在打着什么算盘 其实所有的领袖都有这一个政治上的野心 我相信Hisham也有这个意愿 也有这个想法 他是那一种欲拒还迎的方式 表面上他当然要拒绝或者是要否认这一些看起来对他不利的 不过他在私底下他或者他的团队已经开始有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两个星期前 其实Hisham他有通过The Star撰写了一篇长文 他就有提到说 政府在对抗疫情在抗疫方面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提出了一些相当不错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Hisham的团队正在制造那一种的感觉说 他就算在国盟政府内 他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不是应生从 他必须要制造出 不是说我是自己要去抢 我是被推上去的 扎西身为巫统主席给国盟下达14天重开国会的期限 但连自己的党同志都不买账还惨被逼宫 身为盟友的马华会怎么看待巫统的这轮内讧 这对国阵盟党之间的合作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比较大的矛盾是在于巫统内部 但是回到国阵的机制 我相信马华跟国大党 他们还是会回归这个国阵的过去的这个模式 就是以他们的最高领导层马首施展 长远而言我还是认为说 国阵的联盟呢是经得起考验的 当然这方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法庭感染群 还有法庭的判决 会不会坐牢 会不会失去这个判决的资格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会影响未来整个 乌统和国阵合作模式和领导层的人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进展 诚如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主任吴建南所说 法庭案件是扎西的致命伤 有消息就说 国安会禁止武统近期举行党选 扎西依然可以成为看守党主席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这次扎西急着倒木游丁的台 成功的话对他而言固然是好事 万一失败呢 扎西会赔上什么代价 我觉得说这一次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把木游丁给拉倒下来 木游丁的相位呢 应该会至少维持到年尾到十二月 Zahid在巫统至少39名国会议员的这个支持率当中呢 其实他应该是少过一半 接下来这六个月期间呢 巫统他必须要进行党选 我就觉得Zahid可能不会轻易过关 肯定会被挑战 如果是Isham去竞选巫统党主席的话呢 可能他会击败Zahid成为巫统新的这个主席 看来扎西在党内外面对的压力 或许比木游丁现在所面对的压力来得更大呀